2011年高雄市第三屆单词竞赛活动 报告高雄台南总共有17个国中小队伍参与 媒体都必须在三秒内回答 比赛气氛相当紧张 学生说尤其听力部分特别困难 看中文协助 因为我觉得那比较简单 就简单 听力 听力有时候会听不清楚 因为他有一些都讲得不太清楚 或者是有一些讲得太难 去年缺席比赛的台南市 今年有海岸阿美 秀果然阿美 以及布农族三个队伍报名参加 国中组部分甚至进入前四强 我们在暑假期夜的时候 开始在培训我们单词竞赛的选手 所以今年就来报名参加 今年因为赛程安排在刚开学的九月 影响许多学校参赛意愿 不过参加冰尾组竞赛 那学生还是相当踊跃 冰尾语言的部分不管是拉拉 跟我们茂林下三社 其实他们还是很乐意来参加这个 足语的单词竞赛 除了学校这个足语的教师的这个水平要提高 很重要的就是家庭这个足语化要去落实 让这些孩子们能够真正的从小去学习这个足语 担任裁判的足语老师发现 学生表现确实有越来越退步的情形 期望除了学校及公家机关的努力 还是需要家长们在家中营造足语环境 让足语进入日常生活 记者巴浪高雄四层不到